举办了《易游星光美丽城》系列活动 邀请当红歌手小鬼黄洪生 到现场举办开跑签唱会 艺人小鬼黄洪生来到高雄美丽岛大道 现场演唱动感歌曲 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现场歌迷尖叫加欢呼 场面热闹 其实这场暑假周末夜 在高雄街头举办的签唱会 不单单是艺人宣传打歌的机会 更是是否想要打造中山路美丽岛大道 成为高雄的香榭大道 举办的《易游星光美丽城》系列活动的活动之一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美丽岛大道附近的住家 在我们办出这样活动的时候 可以把你店家里面可以卖的 符合我们年轻人时下需求的 可以把它搬到我们的这个美丽岛大道的人行道上面来 然后跟大家共享 那更重要就是说很多人啊 在逛街完了以后 可能在晚上夕阳西下 星光要开始灿烂的时候 可以到这个地方 看一看人来人往 享受这样子夏日清风徐徐的一个夏日夜晚 为了活练中山路上两侧人行道上周边店家的生意 市府选在七八月暑假的周末夜晚 邀请当红歌手 街头艺人 行动丢相 以及cosplay角色扮演 希望将艺术表演搬到街头 让民众欣赏表演之余 更能品尝周边美食 期许借此打造美丽岛大道 成为高雄娱乐新地标 我们这次做这个美丽岛店面的延伸计划 然后结合很多 包括街头艺人cosplay 还有很多偶像明星的签唱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把美丽岛大道 从这个三多到七弦到六合这一块 很多商圈包括新绝江商圈 包括我们的六合夜市的商圈可以连结起来 另外身为活动首场表演的艺人小鬼黄洪生 在活动现场也映下星光手磨 象征往后美丽岛大道 将有更多星光蒂临 而另一场签唱会将在八月十一号登场 到时将会邀请到碧 碧书记在同一地点演唱多首好歌 同样让人期待 港独讯王子倩周福庆采访报导